到上集 是这里了吧 不是这里 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再看看 我不走了 走了这么久 哪里才是地中 小月 这是沙儒先生上课讲的东西 你怎么能不完成 小月 你说说我刚才讲了什么 你在讲周礼 对 那我刚才说到了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 好的 银儿 你来说说 先生 您刚才讲到了如何取地中 可是我们今天试了试 根本找不到地中啊 那什么是地中啊 你们又是怎么找的呢 以土归之法测土身 正日影 以求地中 日智之影尺 有五寸 位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 四十之所交也 风雨之所会也 阴阳之所合也 人则百物复安 乃建王国焰 智其机方千里而封树之 银儿 银儿回答得很正确 小雪 你知道 为什么你们没有找到吗 我还是不知道 那你知道 这段话 是什么意思吗 我 银儿 那你来解释一下 就是用土归来寻找大地的中心 通过测量土归显示的日影长短 求得不东 不西 不南 不北之地 也就是地中 在夏日之日 此地土归的影长为一尺五寸 地中是天地 四十 风雨 阴阳的交汇之处 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合的中心 银儿 回答得非常好 小雪 那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没有找到了吗 因为今天不是夏至 不过也很快就要夏至了 而且 先生 我有几个问题 又有问题了吗 你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先生 我觉得土地是广根无垠的 根本就没可能找到地中嘛 而且 为什么用太阳就可以知道地的中心 这真是难以想象啊 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人类是居住在地上的 而天在地上 所以我们要用天来做标准 这样比较容易确定 可是先生 我还是不清楚 既然 你还不清楚 不如 老师 现在 已经是日中了 那也好 银儿 我们就下午 继续讨论吧 嗯 嗯 娘 饭做好了吗 今天好饿啊 李尔 饿了吗 今天先生讲的什么 今天尚荣先生讲的是周里 嗯 可是我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什么地方不明白 尚荣先生说 周里尚说 建立国家应该在地中 可是大地这么广袤 谁能确定国家一定可以建在地中呢 那尚荣先生怎么说的呢 尚荣先生说 应该用太阳来确定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了 那今天我就来教你一个字 看你能不能理解 什么字 道 道 就是路吗 我会写这个字 路只是道这个字的一个解释 这个字还有更高深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你来看 你见过鸡蛋吗 当然见过 我还吃过 可是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它 并且要是不打开鸡蛋 你知道鸡蛋里面是什么样子吗 嗯 那我肯定不知道 这就对了 我们宇宙的开始 就像这个鸡蛋一样 混沌而不清晰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然后就像这个鸡蛋 慢慢地出现了阴阳 阳在上面 就形成了天 阴在下面 就形成了地 而随着阴阳的变化 就又有了我们世间万物 娘 我有点听不懂 那然后呢 那就先坐下吃饭 我接着说 然后 随着宇宙中 分出了阴阳 就像这蛋清和蛋黄一样 如果我们不吃这个鸡蛋 它就会变成一只小鸡 鸡长大了 就会继续下蛋 这样就没有穷尽了 哦 娘 原来是这样 你和我 包括这个鸡蛋 我们都是世间万物 可是 这和周理中讲的地中 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 我们和土地 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离不开土地 因为我们住在地上 而且 我们还要从土地中 收获粮食 这就对了 那你见过 风调雨顺的年景里 有没有种下的种子 没有发芽结果的 没有 是的 土地从来对任何人 都很公平 我们播种种子 收获粮食 年复一年 你可曾听到过土地的抱怨 没有 是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土地的德行 要我们的君王 在地中建立国家 就是这个道理 要实行王道 哦 原来是这样 娘 我明白了 我们要学习土地的公正自然的品德 要学习天空无所不负的胸怀 就像道一样 清静却无所不在的体性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地中建立国家的原因吗 是的 因为这才是最符合道的地点 娘 我还有一个问题 那世界上诞生了我们万物之后 又会变成什么 你看看 你写的那个字 啊 这个字干了 娘 你的意思是 是的 最后我们都会像道一样 变得无影无踪 可是有无所不在 娘 可是我还是不太清楚 因为 快吃吧 下午还要去上学 所有的道理 都是要自己想清楚 才记得最牢固 嗯